只要我歌山没有拖下来 麦克风没有收起来 就没有你讲的平稳情绪 好好睡觉 什么好像都没事干那样子 我说 这个如果你是好医生 你要帮我想办法 林老师可能她的事情太多 因为她退休之后 邀约不断 各种访问啦 出书啦 所以她讲的好像 我在折磨她很久 其实她常常都 都是让我很没有安全感 爸爸 爸爸 赶快来看看我啊 然后呢 两年以前就准备好 林老师她说我 她说我龟毛是不是 这你我都快搞错了 要求你们还没有看到 她怎么折磨我 我跟你讲她的折磨我都 我都心甘情愿 受之如意 为什么 因为我说 这个叫演唱 因为你想想看 你没有换衣服 你没有 你就是一件礼物出来 那件礼物相当重要 是不是 林老师挑了很久 这个不行 那个不要 因为怎么样 她知道 你一出来的时候 观众就是眼睛看着 当初她邀请我 说了一句很棒很棒的话 你们一定要写下来 我都没有听过 我都没有听过 有人这样 要帮我这样做演唱会 我的那么多的唱片 五十几张 没有一个制作人用过这样的词 她说蔡琴 我要你的声音浮起来 我跟你讲 耳鸣跟晕血呢 我一直看错 我就一直看耳鼻喉咳 结果我们的耳鼻喉咳 耳就是管耳 鼻子就是管鼻子 喉咙就是管喉咙声带啊 结果我这个是叫做 平衡神经咳 才对 那你平衡了吗 没有啊 所以要吃药 要看到医生啊 结果我碰到这个 终于找对了 这个医生 所以他先治我的晕血 因为你不平衡就会晕血 那你晕血之后 你的耳朵一定会开始出问题 要严重的话 你可以从事 它不是耳鸣 它是耳闷 就好像你上下飞机的时候 突然觉得听不到 对不对 耳闷 自己声音好远 再来就变成 有高频或低频的杂音 再来就恐怖了 耳中风 我不应该跟你们讲这个 对啊 你要Google就可以了 不是 不是 他们有的会写成我耳中风了 没有 那是严重的 严重的 严重的否认 所以我现在呢 被医生看好了 正在吃医药 我觉得我非常感谢 但是我跟医生说的一句话 他再也没有话回我 我说 只要我歌山没有拖下来 麦克风没有收起来 就没有你讲的平稳情绪 好好睡觉 什么 好像都没事干那样子 我说 这个 如果你是好医生 你要帮我想办法 对 怎麼都没有 我帅上妈妈 LOUD 脖子 Mmmm 真rob 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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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